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我一个作曲家来说 音乐就是我的生命 哪一天音乐离我远而去 那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我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早早地就爱上了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73年就分配到电影厂了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创作了 那个时候也不行 但是我们也写了很多 关于乒乓球啊 关于亚运会啊 我觉得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训练 和思想上的准备 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 对于我那个当时的年轻人来说 打开了一个无限的机会 18年我们遇到了一个机会 写《前海姑娘》 原来叫《三八女潜水公》 我建议她叫《前海姑娘》 就多赋予了一层美的一种寓意 对劳动的战术 可以显出了一个 点滴它什么这样的意思 带有一国情调的 这样一种风格来创作 我有一次在火车上 就晚上睡觉之前 就七八个钟头里头 比如我在大海故乡 海洋岛上 《少林寺》 《牧羊曲》 《驼龄》 《飞坝鸽子》 什么《海航送》 《江河万古流》 就这一找一只本出现过22次 写《红楼梦》的四年半 是《炼狱》版的四年半 因为《红楼梦》 在创作的人员里头 表导演 摄露美 浮化道 最难的是我 那编剧 那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书作一句 那美工 什么季节是 什么样的树 特别是服装 什么花 什么段子 什么边 我是和尚 只有音乐 曹雪芹的《红楼梦》 《红楼梦》 一个音符没有 只有我是无中生有 《红楼梦》 我非常注意 它的咬字 字正腔圆 那戏曲 它很要求音韵的 这个发音 被归韵 我一年一个音符 都没写出来 所以是一年以后 才写了两首 一个是《红楼梅》 一个是《续曲》 有一首《藏花银》 我写了一年九个月 《红楼梦》 那时候最开始是发现 有一个法国的著名的歌唱家 他唱了我的作品 但是他苦于无法对我复仇 中国没有著作权 我们没有交流的渠道 没有交流的机制 所以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决心 在中国实施著作权的保护 为此我工作了三十年 义务地工作了三十年 九二年公布了著作权法 到现在我们已经跟世界上 几乎所有国家安全管理机构 签订了相互代表协议 我想随着改革开放 越来越发展的中国 将使改革开放的窗口越来越大 我们的艺术也会有很宽阔的道路 走向世界 我们的艺术家们 在这个大的好的形式下 也是大有可悔的 感谢观看 小时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艺术家们 在这个地方 哪里有什么 要注意 我的艺术家门